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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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 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饭往菩萨戒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 这个树下劝发 释迦牟尼佛在树下 开始正式宣讲菩萨戒 这个在菩提树下 成无上正觉 就开始接菩萨波罗提摩叉 这是还是一成果 就赶紧来接菩萨戒 说明这个戒为修道的 这个最初最重要的一个法 同时呢 讲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是对这个戒 有一个概述 就是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是这个受持菩萨大戒的核心 是菩萨戒的刚宗要领 处处来经文里面 处处点示 孝顺 这个是这个菩萨戒的本 所以我们要深深体会 凡事呢 都要抓住他的刚领 就像这个衣服 你要把他衣服提起来 让你抓到他的领子 那就把一整个衣服 很顺的就提起来了 这是他的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呢 那用功少啊 他见效就大 关键如果抓不准 如果领子不抓 抓一些这个袖子啊 前肩啊 后肩啊 就抓这些地方 只能是抓的乱七八糟 废了半千里 也抓不着关键 所以说这个孝顺 还是这个菩萨戒的 一个刚宗要领 非常核心的关键所在 那么这里面讲 孝顺 有孝顺 这个法啊 有三个圣源 非常殊胜的对境 父母 师僧三宝 这三个对境 是我们行孝顺法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对境 父母 这是我们由父母 而出生了我们这个身体 师僧呢 专门指给我们受戒的和尚 给我们受这个 这个大戒 乃至受杀弥戒 给我们受戒的和尚 是指我们的专指 这个师僧啊 专指受戒的和尚 三宝 佛 法 僧 这个除了给我们受戒的和尚之外 其他都算到僧的这个行列 这个三个对境 就是我们行孝顺法的 殊胜的源 那孝顺呢 我们 现在祖师也是从事项上 和理体上 两个方面来讨论孝顺 我们先看 和尚 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个解释 孝顺父母等者 戒相虽多 孝顺设近 故总提孝顺二字 以为其宗 刚才说孝顺父母 师僧三宝 戒律的名相 戒相虽然很多 但是呢 要抓住他的关键根本 孝顺两个字 就可以全都含射 射尽了 所以 这个总提 总起来 来把孝顺二个字 两个字体检出来 作为这个 菩萨大界的刚宗要领 确实 这个 这叫百善 孝为先 所以 孝 只要是 不但孝 这个 是众善当中 最大的善法 而且 如果说是 孝 这个成就 那其他的一切善法 自然就会生发 自然就会具足 这就是 孝 它有这种功德力 所以 古人的这种 都是 求贤臣 要求之 得之于孝子之家 他都 得贤臣 忠臣 从孝子门里面 找贤臣 他说 你会孝道了 那自然 做忠臣 那肯定就会 这个 有这种德能 这是从一点 就可以推演出来 所以这个 行孝道 这是我们 从主动方面 是行一切善法的 正因 你只要孝道 去踏踏实实 去行持 那一切善法 自然就会生发起来 这是主动方面的因 当然呢 还有我们 行持善法 还有被动方面的因 那就是 这个思地义苦物 就发菩提心 常常思维 这个我们 这个曾经在地义里 受种种的苦难 按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种模式 这种 现在这个现状 走下去呢 以后还会堕入地狱 还会受种种的苦难 长节不得出离 所以思维 这个地狱的苦啊 就会发起 要出离生死 成就佛道的 这个大菩提心 也确实是 这个 我们出离三界的动力啊 可能核心动力 还是来自于 这个思地义苦 发菩提心 这个 这个 有所恐惧 那就有所厌离 什么都不怕 那你就谈不上厌离 所以这个 还是一个 很核心的 这个 很具有动力机制的 一个动力 当然如果 这个 有孝顺的这个心呢 那自然也能够 具足一切善法 具体来说 到底为什么 要行孝顺 祖师在这里 分别给我们 进行解释 为什么要进行孝顺 父母生我色身 医之修道 师僧 生我戒身 由之成佛 三宝 生我慧命 成就 扑提 这 几句话 就把 这个为什么 要行孝道 把父母 师僧 和三宝的这种 对我的利益 几句话 简面扼要的 显示出来 令我了解 三宝对我有这么大的 好处 给了我这么大的 帮助 既然给我这么大利益 我当然要 报恩 报恩呢 也要孝顺 父母生育 这个确实是 从父母生我们 把我们 这个 养成人 就是 得了这个 色身 那这个色身 成立了呢 利益了这个色身 利用这个色身 去修道 那这个修道 出离生死 它就有了一个 这个 兼顾的载体 没有这个色身 也谈不上 这个修道 但是这个 这是从 修道的角度来说 说这个 现实的 很现实的 这个利益 这是 这个对父母 对我们这种 恩养呢 的一个 这个 选择其 最重要 最核心的 一种利益 它能给我们 这个色身 我们利用这个色身呢 用来修道 从修道的角度来说 这个色身 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 要感恩 父母 这种恩德 另外呢 还有 父母的恩德 实际上 主要体下 从 不但从利益角度来说 还从父母 这个 心 心念角度来说 也是能体会出 父母这种 深恩的 这个 父母 这个 从生我 养我 这个 整个过程 它是 全心全意的 生儿 育女之后 生了孩子之后 以所有的心思 全都扑到自己的儿女身上 不但是一生 为其勤劳 这个勤苦 而且是这个 所有的劳苦当中 都是 这个饱含了 父母深深的那种爱念 饱含了父母那种深深的那种 这个 利益心 互念心 饱含了这种深情在里面 由此 由于这种深情啊 就显得父母的这种恩德 太厚重了 它确实是 这个 小的时候呢 这个 想让你怎么健康的 这个长寿的 这个长大 这个不至于生病 受苦 不至于夭折 以后培养你呢 这个虽然希望你以后 能够出人头地 花很大力气呢 去培养你 但是呢 又不愿意你受一点点的苦 这是父母的心呢 又希望你长远的得利益 现在呢 这个一般长远的得利益 就要 就要付出点辛苦啊 但是父母呢 又不愿意你受一点点的苦 这就是父母的心态 所以 常常思 常常念 所有的念头 都是围绕着儿女传 这是父母的 他的身情所在 就是由于这个身情的缘故 所以说父母的恩 恩重柔山 这恩太重了 这是从 这个父母的脚来说 当然我们学习一些 这个不但活到佛教的典籍 这个学习儒家的一些典籍 对父母的这种深恩呢 阐释的那就更加 更加广泛了 师僧 这个其他的世间剪辑 对师僧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叙述 谈世间的诗 但这个师僧方面 是都很少很少谈 世间的诗呢 最多只是教我 仁义 理智 乃至种种的生活技能 这是世间的诗 这个师僧呢 就不一样了 师僧给我的利益 就给我传授戒律 以此戒律为基础呢 才能深入修行 种种的这个道德 以此因缘才能处离生死 这个利益 处离生死的利益 端赖于和尚 他的这个大利 他的这种慈敏 所以对和尚的这种 这种感恩呢 那也是应该是非常深的 这是深恩 和尚呢 慈心来殉导我们 乃至以悲悯之心 来拔记我们的种种苦恼 所以成就和尚的这种深恩呢 所以叫恩身四海 父母叫恩重如山 是端赖对师僧的这种 师僧的这种 这个教导 那对三宝 我们对三宝 这是三宝就不是指一个人了 是不是指一个单个的人了 那对这种三宝这种恩德 我们也要去体会 这个从总体来说 三宝呢 是总体来对我们进行射寿 师僧呢 是对我们具体的这种教导 总体射寿呢 他能够生长我们的法身慧命 最后成就菩提国 三宝呢 对我们慈悲护念呢 护持我们 引接我们 而且是长节 不舍 不是一生两生 而是多生多节 在护念我们 所以这种深慈厚爱 所以才成就他的大恩 叫所谓的浩天之恩 浩天网集 浩天之恩 如虚空一样广阔 这种恩太广大了 这里我们 确实体会一下 就这个佛法僧三宝当中 以诸佛为例 实际法呢 也是如此 僧也是如此 法是诸佛所开显的 僧是随诸佛所学的 以佛为例呢 佛是磁光辩照 梅间白毫相光 辩照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时时 这个助兆不移 意念不舍 随逐六道 众生在六道里面 辗转上下 轮转不移啊 但是佛的这个慈光呢 就在里面 就跟着你 追逐不舍 就像一个追踪器一样 始终这个光就照着你 这个光就表示 佛那种慈悲 敏念 加持力 始终跟着我们 所以这个要体会 从这方面体会 三宝的对我们那种恩德 这是轮回当中 这个对我们敏念呢 加持不舍 我造恶的时候呢 是三宝 敏悲 敏我 敏念我的愚痴 悲呢 是我将受苦 所以呢 心生悲念啊 宽容我啊 这个 造作恶业 诸佛 菩萨 三宝 不愿意有一丝一毫的 降罪于我 不但不降罪于我 还总是希望 给我改过千善的时间 空间 还是非常有耐心 还不断的引导我 哪怕我产生一念的善根 那佛福萨就马上抓住这一念 对我进行寻寻善诱 这个加持互念 一定要 要我处理生死苦海而后遗 这是诸佛的那种悲心呢 我造恶的时候就这样 不会舍弃 不会觉得你 这个人这么恶劣 这个这么恶毒 这个这么不可救药 所以把你舍弃 管你怎么着 这个诸佛三宝 他是不会有一丝一毫 舍弃之心 我行善的时候呢 那诸佛是欢喜 而且赞惨加持 加持力度就更大 赞惨欢喜 那就想把这个 就像慈父对儿子一样 看儿子稍微的有所成才 这个趋势 那就想把所有的财富 把所知道的一切才能 全部交托给你 那种悲心呢 就是毫不保留的 全部交托给你 是这样一种悲心 你一旦行之善法 那佛福诸佛 那希望把一乘的大白牛车 大乘法全都交托给你 马上就上我大白牛车 马上来行持一乘的善法 直入诸佛保所才好 是这种悲心 实在不得已了 不行 那才用这个 这个藏通别三教 这个菩萨教 乃至用这个二乘的法 乃至用人谦的法 来寻寻善诱的方便 见次的来诱接 这是实在不行了 才这样 这样呢 也是这个婆心切切的 也是不离不弃 也是这种信念 这是行善的时候 总体来说呢 打个比喻来说 就像这个众生的 观众生的因缘呢 就像该播种的时候 马上给你播种 该施肥的时候 赶紧来试肥 该除草的时候呢 就过来除草 该收割的时候 就过来收割 就是这种 就像老农民呢 这个添大汗 全指地里这点粮食 过日子 那他对地里这个粮食啊 就可能天天早上 都去地头去看一看 这个中午去地头再看一眼 傍晚的去地头再看一眼 前面是心情的这个耕耘 到最后庄家成熟了 那满心的欢喜啊 这个美丽庄家 都是他心情的成果 都是他价值的体现 是这种 诸佛就像这种信念 若隐若显呢 恒常来护念我们 这个诸佛菩萨三宝 对我们那种加持互念呢 有的时候呢 是显出种种的 这个这个好像啊 或者梦中 或者是是现实当中 显像 加持我们 令我们生起信心 这个驱除恶念 或者是呢 多数时间还是隐性的 就对我们进行加持 不知不觉 但是佛菩萨始终在护念我们 转变我们的念头 转变我们的音缘 乃至 总是在护念我们 使我们离道呢 就更加趋近 这种护念呢 我们常常是没有感觉 总感觉好像 哎呀 这佛菩萨存在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啊 好像他对我 没有什么帮助 现前 也没有来加持我 也没有给我 这个 现个什么形象 让我看一看呢 事实上 那就像阳光 空气一样 你天天受到阳光 空气的这种恩惠 利益 但是你不自觉知 你没有感觉到 佛菩萨那种 敏念加持 护念呢 那那慈光铸造啊 时时不舍 在加持我们 如果细心的去体会 你是能够感受到 就心粗 对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力 你这种慈悲力 没有意念的这种 这个思考 所以说你就体会不到 所以深深去思维 去体会 这个佛菩萨那种 加持力 所以劝行者呢 应该体会三宝的这种加持力 对佛菩萨 对我们那种 这个三宝的这种互念 加持啊 深深感恩之心 对佛菩萨那种 互念加持力啊 深大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啊 如果有一点点德能 这个可不要 不要独自金夸 看见我 我很不错 这个不要金夸 要深深惭愧 我业障深重 罪恶生死凡夫啊 这个一点点德能 都是由于佛菩萨加持的 因缘而产生的 不能生娇慢之心 这个全是佛菩萨的加持力 要对佛菩萨深深三宝 深深感恩之心 如果有所不足 那常常 祈愿佛菩萨 来加持我 满足我的愿望 这一定是 道也修道方面的这种 加持 常常求佛菩萨加持 这是好事情 可不要觉得 好像麻烦了佛菩萨 心有不忍 可不要这样 求佛菩萨加持 那对佛菩萨 那就更加欢喜 同中啊 代扣啊 你有主 你被动 都尚且能够获得 佛菩萨种种的互念 你要主动求互念的话 那佛菩萨对你更加的敏念 所以要深知三宝那种 驾驶力是太殊胜了 能超越我们的 一定是超越凡复的力量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想处理三界 那是烦恼太厚重了 就像这个以前 山道大师说的 水火二合一样 那谈与心呢 那就像水啊 水河一样 深不见底 南北不见边际 浩瀚无边 这个 而且这个汹涌澎湃 那火呀 那种称恨的那种习气啊 就像火焰一样 这个也是深不见底 南北不见边际 那个火焰 那是烈焰熊熊 你想度 想度越这两条大河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 你想用我 我把水淘干它 我把火全部熄灭掉 这个百千万年 你都很难做得到 所以要祈求佛菩萨这种力量 这个 如果能够深信佛菩萨这种力量 说明你素食的这个善根太深厚了 你能够靠导到佛菩萨这种力量上面 那说明你有大智慧 那才能顿然这个超越度越生死 这个举个例子 这个去年拜大佛 那拜大佛呢 第一天上午拜的很这个很顺 这个拜的很顺 觉得自己哎 不错啊 这个很不错 自己觉得很好啊 心生欢喜 欢喜里面越在越在焦慢 那这个这一切以来就 这个不能自我精夸呀 不能心生焦慢啊 这一焦慢 那不得了 紧接中午吃饭就有点吃不吃不下去 那下午呢 再拜呢 拜了两三个小时 就就没劲了 没有力气了 草草收场 实在没力气了 回来就反思 哎呀 不能有一点点的这种德能 马上就心生焦慢了 要应该常常想这些都是佛佛的加持你 如果不加持你 你怎么能才拜的 怎么能拜的这么顺利呢 然后这个经过反思 就在佛佛的面前 身身啊 这个身身忏悔 然后祈愿佛佛的第二天加持我 令我拜佛是能够非常顺利 圆满 果然第二天那就不一样了 又是非常顺利啊 到第二天中午吃饭也是能吃的比较饱足 下午呢也是很很带劲 拜的也是很带劲啊 所以这里边我们平时也都有体会啊 比如说哎呀 我修行修的不错 你看我红光满面 我修的一点病都没有 可不能这样说 说完之后你就得病啊 这个很见效的 嗯 这个可以体会 所以说不能有一毫 一丝一毫的这种这个交慢心呢 啊 不能生起来 有一点一点德能都要归功于佛三宝的这种加持啊 常常祈求三宝的加持啊 这个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对佛菩萨对三宝的这种啊 这种恩德呀 要深常常去思维 真正常常去思维 常常去体会 生活当中可能点点滴滴 无不透显的佛菩萨那种悲悯 悲悯心啊 对我们那种加持力 你只有体会到了 你才能感恩 不知恩那就不感恩 不感恩就谈不上报恩 啊 所以你首先要要知恩 知恩呢就需要啊 这个学习思维啊 体会才能知恩啊 三宝对我们如此大的啊 这种利益令我们能够了脱生死 而这个了脱生死成就佛果呢 对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呢 啊 我们都知道长节无量节以来轮回生死 受尽了无量无边的苦痛啊 那种剧痛啊 在人间的众生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啊 跑到三恶道里面才能够少分的体会一些 还是一期的啊 所以这种苦痛啊 那还是养性佛言呢 深深相信我们在三界当中受的苦太多太多 为什么阿罗汉他在成就 这个圣果之后 他回顾自己以前在地狱里受的苦 他身上会流血汗 他就是深深的对那种苦啊 吓坏了 这个对那种苦吓坏了 我们现在是这个这个盲无所知啊 真是这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总感觉自己好像很好 很优秀 不知自己在你轮回里面受尽了无量的煎熬啊 由于三宝啊 这个父母给我色身 师僧给这个成我法身啊 三宝加持我速成菩提 由于这种三三种圣境的因缘 加持力啊 使我能够修行菩提大道 快速脱离生死 成就胜过 获得至极的永恒的安乐 那这种利益啊 这种利益太大了啊 思维到这种利益 那这时候你这种 对佛菩萨 对三宝父母师僧的那种感恩呢 才会那种感恩心才会油然而生啊 这个色系思维 故依依须孝顺也 而雅是善是父母为孝 大使说明 以顺是孝 孝即是顺 先看这几句话 这是一个结论了 这个通过以上的这种 这个开解啊 所以我们对父母师僧三宝 一一要孝顺啊 这个我们通过开解就会知道 父母师僧三宝的恩德呀 对这种恩德呢 还是深深的感慨啊 感恩啊 所以一定要行孝道 想要抱着这种恩德 必须要行孝道才能报恩 这个对孝顺的这种市民 善事而亚上事 孝顺就是善事父母 善事父母这种解释呢 侧重于对父母身体 色身的这种孝养 养生 以顺来解释孝 这是侧重于对父母的这种心 养父母之心养智 侧重点不同 下面再分别展示孝顺的方法 怎么样去孝顺 有三差别 一德 东温 夏 清 昏定 晨醒 孝 奉养 无方 扶牢 迷奸 这是对父母的孝顺 有三种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也是侧重在对父母现前的利益方面的这种孝顺 逐句解释 东温 夏 清 冬天呢 寒冷 那我令父母要温暖 夏天呢 炎热 一定要令父母感得清凉 入夜了 那这个令父母安眠 早晨 早晨起来 早晨起来来问候是不是安宁 来问安 总之是奉养无方啊 就是多种方便来奉养父母 来奉事养身 多种方便 而且是勤劳身心 不疲不厌 不会感觉疲倦 不会感觉厌倦 这是他对父母养身的这种特征 从身口意方面呢 或者是常常心里常常想着父母 是不是这个这个现在年龄大了 是不是走路方便不方便呢 要不要给父母买个拐杖呢 天天变天了 这个父母会不会着凉啊 有没有记得加衣服啊 这个天这么热 这个给父母怎么去暑啊 这个夏天这么热 是不是装空调啊 心里常常意念着父母 常常想方设法的去护念父母 这是他心念 这是心念的效仰 心念的效仰 这个也是很有体现你孝心的地方 不只是很粗重的给父母点钱就拉倒 这个是差远了 在口上呢 也常常问的好 那一会儿问这个冷了吧 一会儿问热了吧 一会儿问累了吧 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常常的问候和父母聊天 在行为上呢 那也是为父母服务啊 也是不辞劳倦 这是行为上面 如果在这个物品方面 钱财方面 那对父母那种奉养啊 那一定是拿最好的东西来奉养父母 这个自己用不起的东西 自己舍不得用东西给父母买 这个别自己买的都是最时尚的 最奢侈的东西 给父母呢 用这个最廉价的东西 最便宜货 这个肯定不行 或者自己用的 这个不用的东西 用不着了给父母拿过去 这个都 这个不但没有孝顺 这种功德 可能还有一些罪过在 这个还是比较普遍 现在这个 如果父母从儿女一块 从儿女一块住啊 这个一般都是住小房子 主卧室呢 一定是儿女儿子和儿媳妇自己住 小房子给父母住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但如此呢 还要这个父母呢 还要来这个 这个做饭啊 看孩子啊 承担着保姆的这种职责 而且这个还要看着 这个儿子 媳妇的脸色形式 这个稍有不慎 可能就被责备一顿 这是对色身的这种养 还有呢 就是养智 这个不但养身呢 还要养其心 养智呢 就是还是以随顺为本 这个种种方便呢 随顺父母 取悦父母 令父母心里心生欢喜 这个顺心顺气 这个也是很关键 如果只是物质上 把父母奉养的挺好 而这个总是顶撞父母 这个罪过也是很大 所以这个 但是呢 这个言行方面 要这个 遵父母的意愿 不能违逆 要常常说父母 喜欢清的语言 令父母欢愉 不能脸上有丝毫的 嫌弃厌烦的颜色 不能有嫌弃的 乃至这个 厌烦的那种颜色 口气 这都是不行的 对父母都是一种伤害 乃至言语上顶撞 甚而对父母进行择斥 训骂 这个也是有的 这是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 你今生有再大的功德利益 都很难抵得了你这种罪过 大逆不道 生遭苦暴 今生就可能遭受很大的 这个报应 这个就是 都是很重要 这个顺呢 还是比较难做 这个物质上面 乃至行为上 对父母照顾 这还容易一些 这个对养父母的心 顺 随顺父母 这个很难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总是执着 我们认定的是非标准 我们认为 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 父母呢 这个意见和我们不同 我们就认为父母就肯定是老眼昏花了 这个年龄太大了 这个不 不懂得这个潮流 这个不知道是非 人年龄大了 不明事理 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这样呢 常常是违逆父母 甚至顶撞父母 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不知这样呢 这个他就不能修顺 不能修顺道 不能修孝道 所以这个 不知道什么呢 是非并不重要 事件是非对错呀 并不重要 事件令你父母欢喜 这个才是最重要 是非只是一个怪圈 你能跳出这个圈子 这个细心想着 让父母欢喜 父母说对 不对也对 父母说不对 对也不对 你就这种想法 你能跳出自己那种 是非那种观念 跳这个圈子 那你就是稀有难得了 你才能成就自己这个孝道 原来听说有一个儿媳妇 这儿媳妇呢 她有一天晚上和朋友在外面吃饭 吃得很饱 回来之后呢 她带着朋友 这个一块回来 回来之后呢 两个人呢 就就就想一人喝一瓶酸奶 从冰箱里拿出酸奶想喝 这时候她婆婆就从屋里出来了 看到说不要喝 不能喝 这个空腹不能喝酸奶 说空腹不能喝酸奶 这个她这个朋友呢 就想解释解释 这个解释肯定是我们不是空腹 我们已经吃饱了 如何如何 这个当儿媳妇呢 马上制止了 说不让他说 然后你看儿媳妇很乖巧的 从冰箱里拿出一块 一片面包 放到嘴里 轻轻搅了搅 搅完面包之后 再把这个酸奶 再来喝酸奶 这时候呢 这个当婆婆的 哎 马上就笑容满面 感觉很有很有成就感呢 这个就回房了 很欢喜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呢 也是能够体会到 这才是善于修顺 善于修顺 你解释干嘛呢 他说怎么样 你就随顺他 随顺他 他就欢喜 他就有成就感 再说 年龄大了 有点成就感 不容易的 每天唠唠叨叨 为什么呢 就想展现自己的价值 年龄大了 很难实现自己的价值 通过这个 如果儿女随顺他 他就感觉自己活得 还很开心 这令父母欢喜呀 所以说父母 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这个有一次也是这个 这个在父母身边 在老母亲身边 自己身体会呀 已经吃饱了 已经吃饱了 然后呢 这个老母亲呢 紧接着又递过半碗粥 递过来 说把它喝掉 我说喝掉 本来我想说 我已经吃饱了 已经吃多了 老母亲说把它喝掉 然后好 我就说喝 然后就把它喝掉 实际上这个 再饱一点也无妨 只要老母亲开心 那就好 所以这个 也是在体会这些东西 这个顺法呀 顺道就是孝道 所以是非是非对错 不重要 随顺令欢喜 才最重要 这是第一方面 对父母 这个孝顺 第二方面呢 是 立身行道 不如所生 立身行道 不如所生 第一方面是 对父母最直接的 身心的 最现前的利益 第二方面是 从自己的行持方面 这个自己行持 有成 那才能够显扬父母的 这种扬父母之名 不但不辱 辱墨门庭 而且能够扬父母之名 立身行道 分别解释 立身者 这个用儒家 借用儒家的 这种 这个世间 这个立身的 这个 观点 立身有立功 立德 立言 立功呢 能够成就 立国立民的这种事业 就叫立功 能够修持德行 为世间楷模 那么就叫立德 立言呢 自己有德行 有功 在著书立说 这个宣扬 善法 劝化一切 这是立言 在立身的根 其中立身的根本 还是 重在立德 其实纵观我们传统文化 他的核心 他的核心还是道德 核心还是道德 虽然也有种种的其他的这种学习的项目 但是他的核心总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就比方说以前的这种丁忧啊丁忧制度他也如此他做官可能刚刚上任做得正好了呢父母去世了那马上得回家去去奔丧还要丁丁忧守护三年这个马上把把官就放下了找一个人再再来替代啊所以说他如果从现在这个社会呢他肯定是做官的立国立民的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啊肯定把这个呃这个呃做官行使他的职责呃看第一位啊把这个这个奔丧放第二位啊他这个就呃完全不一样啊把众这个孝顺摆在第一位啊这父母去世了那马上回去奔丧还要在父母这个身边要守孝三年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呃这个应用性的制度啊国家法律来来保护这种呃这个道德 是实践啊这都是非常重视这种道德乃至做子女的啊父母如果犯罪了做子女的如果举报那这个子女也是有罪啊那现在呢那做子女的举报父母有罪这个啊大义灭亲呢但是他不符合道德啊不符合孝道啊 那再看现在呢实际上一般这个对这个立身的理解那就不一样了啊现在立身呢就是要么成家立业啊或者立身了啊啊这个要么就是这个挣很多钱啊我当很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啊感觉这个能够 这个光宝要么成家立身啊这个光宝要么成家立身啊这个光宝要祖啊我终于站起来了啊这个啊光宝要祖来现阳父母的这种这个啊光宝要祖父母的这种啊光宝要祖父母的啊那以这个来立身呢啊那就是属于恶俗了啊这个恶俗 所以要知道立身行道啊立身之本是什么怎么样才不如所生啊才能够这个光显门楣啊立身 行道呢啊指勤行圣人所提倡的这些道啊或者是人天道或者二乘道或者是大乘道那都是提升啊生命层次来自究竟解脱之道不是行种种邪道啊 立身行道都是显阳父母如此呢这样呢这个我们的恩田呢啊父母师生啊三宝都对于我们有恩呢所以叫恩田啊三宝呢又叫福田啊三宝具足恩田和福田啊才能得到显阳反之啊如果啊不能够立身行道那对于这个父母师生三宝而言呢那就是侮辱了啊这个 损毁父母师生三宝三宝的名声啊啊第三呢是善巧方便于亲于道这是对父母的这种孝养啊啊第三方面呢还是从父母这个最这个超越现实最终极的利益者来说啊这个最大的孝啊 还不是世间的这些小的孝啊一定是要劝父母来学习这些善法乃至修修这些出世的法乃至出离生死成就活活啊往上西方这种善法啊让父母得最终极最大的利益 这才是真正的啊最大的孝啊啊命父母解脱生死啊这个在佛门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啊这个就不一一细说啊大家都有这种啊这个基本都有这种觉悟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来学佛啊 这是对父母的三种这个孝顺孝顺方法啊孝顺师僧这师僧呢也是如此一应准辞师僧者独止受戒之师其余僧众自属三宝众赦啊这对师僧啊其实我们的和尚啊给我们受戒的和尚啊这个其余的僧呢都 算的三宝当中去去算三宝当中啊对师僧的这种孝顺就像刚才对父母的孝顺那三点是一样的啊孝顺师僧孝三宝啊就对三宝的这种孝顺啊也有三重含义 一有三意一者供养成事不厌疲劳二者如说修行不污法化三者隔壁防飞红通建立这是对三宝的这种孝顺有三方面 我们通常是对父母行孝顺这是比较常见的啊这个大家众所周知 对师僧的对师僧和三宝的孝顺尤其对三宝的孝顺还是呃这个开解的提倡的不多啊那第一就是供养成事 那供养侧重在物方面成事呢侧重在形式方面劳作方面啊不厌疲劳啊 就不疲不厌疲呢有些是身体上的这个疲劳疑呢心理上的厌倦啊 确实成就功德呀修种种善法呀呃这个不疲不厌还是非常关键 不疲不厌是需要有忍力才能成就众生呢都有呃疲厌的心啊 啊长很难长久保持精进所以说要以忍力啊这个才能成就自己不疲不厌的这种啊这个德能啊 对于佛佛塔对于精卷这些呢我们要呃这个建造啊这个乃至修缮啊撒扫令干净啊 领种种的香花啊这个食品供养啊礼拜啊这个这些都属于呃供养成事的这个范畴啊对于僧众呢啊也是呃供养呃 奉供养礼拜啊僧团及呃个别比丘啊这都属于呃对这个对三宝的这种呃供养成事啊 呃对这种奉供养那是勤行不代啊不疲不厌啊这个 这是对三宝啊对三宝的这种第一种供养呃确实是这个供养三宝啊这个我们在行持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深深的体会这种供养三宝的这种呃这种利益啊 有时候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才能体会到这种供养三宝之后所获得的这种三宝的加持力啊呃这个供养三宝供养师生那这个这个从供养供养的角来说呃经典很多善法呀 乃至禅定啊三宝法呀都提倡供养师生供养三宝啊呃有很多这种呃我们见到很多公案都是这样啊他去学艺了啊乃至这个从在师父那里学艺呃辛勤的这个师父开始也不教他在师父那里呢辛勤的劳作呃奉仕师父师父让干什么干什么可能学了三年呃一句正法就没有去学都是在干活呃但后来是师父烧家这个教导呃 一下可能就有所成就啊实际上这都磨刀补武砍柴工前面的干活呢并不是真正的干活呃都是在这个做一种培植福德的一种这个这个魔力啊是用魔力同时又是培植厚厚的福德啊福意载道啊啊福德赔厚了那下面再有所修行持啊才能够顿然见效啊如果基础不扎实啊在面这个 上面行再多的法也是很难有所突破啊这个是这样 乃至在呃这个波州三魅经上说啊这个呃供养西洋要想得到这种三魅啊波州三魅啊那先要奉侍师父十年啊 啊奉侍师父十年呢啊才能够修这种法有所成就啊所以这个奉侍师长啊这个都是很重要修行当中很重要的一课 嗯我们再引用以前法道大师他这个建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对法道大师的一个开示啊文殊菩萨呢开始修行在波章中呢建造五台山的圣境啊就是文殊菩萨以此因缘来设受这个法道大师到五台山去啊到五台山之后呢这个就是以光呢来设受这个法道大师啊 啊这个走到那个大圣啊逐离寺啊呃当时呢文殊这个法道大师见到文殊菩萨就向文殊菩萨礼拜来问啊问文殊菩萨啊佛法浩瀚呢修和法门最为奇要佛法这么多我修什么法门呢最精要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文殊告曰 如今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会双修此之二门最为敬要啊这个文殊菩萨就直接开显呢你现在念佛正是时候啊诸修行门很多修行的法门呢什么都无过于念佛供养三宝啊念佛和供养三宝啊 福会双修此之二门最重要这个两门禁啊最重要念佛和供养三宝啊这个很多居士把他话说白了就是念佛干活啊念佛干活啊说的很白但是呢啊符合文殊菩萨所提倡的啊这个二门的最为敬要啊 文殊菩萨紧接着说我于过去节中因念佛供养故得一切种智啊 啊这是文殊菩萨紧啊自己这个这个总结自己的经验呢我于过去节中啊就是因为念佛和供养三宝的缘故所以最后得到一切种智 所以这个供养三宝呢还是很重要啊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对三宝的第一种这个孝顺第二种孝顺呢这个就是遵循这个三宝的这种啊这个教导啊这些法供养了这就是提到法供养的这个问题了遵循三宝的就教导呢去如实的去修行啊这个不要懈怠啊不要这个行放异法行种种 恶法这个污染了三宝的这种美名啊啊这个被懈怠之后被别人看到行恶法之后呢被别人看到啊这是学佛的学佛的人他这样啊这个学佛的人还还还走路还还还摇摇摆摆啊东张西望啊学佛的人啊还在这这个呼呼睡大觉啊这都是啊这个对学佛的人那他一看到你的这种行持这种放异啊不如法啊 他自己不如法可以但是看见你不如法啊他就以因为你是以以佛教来呃这个来自我自诩的嘛啊所以说他就看到你这个行持种种不如法的事情就以你他不是诽谤你自己了他诽谤整个僧传诽谤三宝诽谤啊这个佛法啊所以是这个事情看着很小但是这个呃是污染污染三宝的美名啊 也也防害别人的信心啊所以真正的要要供养要孝顺三宝啊一定要如说修行呢不能够这个行恶法污染三宝的这个名啊不如法化 第三呢是格除啊这个已经有的种种异端啊防止种种尚未生发的过飞啊这个红通建立啊 格除也就要遵循法度先学习法度然后呢这个遵循法度呢把佛门当中有种种的弊端不管你是这个僧俗啊都可以对佛门的种种弊端这个尽己所能啊随即随自己的因缘的力量啊的几个有弊端赶快格除啊 有过飞防范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过飞赶快把它这个防止啊这都是我们护法呀不论僧俗都有护法的这个心啊这个以前经典当中也常说啊护持正法在有违法当中护持正法功德最大啊护持正法啊比如说这个你可以比如有些寺院里他可能啊这个过堂的时候或者不过堂吃自助餐啊 啊如果你有能力改变的话你可以过去提倡这个不能吃自助餐啊吃自助餐不如法啊你要要好好地这个过堂啊你要是行受食之法啊哎大家如果倾从你了那就是格除必端啊或者看到大家吃饭都不用播了开始都是用晚了晚吃饭方便呢啊播吃饭有点不太方便啊啊这个你如果有力量的话你赶快这个作为制度去这个要求必须用播 不能用完啊用完啊用完不用拨啊那就我要制度要惩罚了啊这个都是格除弊端的一些啊这个啊呃功德啊利益啊防范种种非法出现啊这个种种非法出现啊这个比如说啊你发学这个啊这个你们这个寺院啊 如果这个啊如果这个居士呢很容易啊这个往出家人住的地方来来往往啊你想啊这个可能以后会出现问题啊太自由太方便了啊对出家人没有保护啊啊你好那我把出家人建住的地方我立个院墙立个栅栏围起来一切外人不得啊入内啊 那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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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啊一切一做起来之后呢那也是防范种种过非出现啊保护出家人的戒律轻信啊这都是在护持三宝啊呃如法啊去立种种的啊这个制啊立种种制度啊这个大家都如法的遵循这个制度去行持啊 把我们的这个如法的行持呢再推而广之啊甚至你不用推广你只要是做的如法啊这个做的很如法啊就很有影响力啊别人自然来也这个来向你学习啊这个不推广就自然得到了弘扬啊这就是啊这个修身呢就能够齐家你自己身修好了呢你的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向你看齐向你学习 因为你有德行啊啊你修身呢你整个家庭就会呃都向你学习自然的你整个家庭就变得是一个道德之家啊你的家变成一个道德之家呢别的家庭就向你学习你看人家这个父亲呃这个对儿子多词呃这个孩子对父母多笑啊人家这个这个轴里之间多么的这个有爱啊兄弟之间的多么的呃这个剃道对吧人就以你家庭呃这个 这个为榜样的都向你趋近呢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家庭里不孝啊种种的呃呃层出不穷很普遍但是如果你你行不孝顺别人在后边人还是有良知的别人在后面就还会直直戳戳的啊在后边只点你的脊梁骨啊啊你要是很孝道的话那别人在后面还是会挑大摩哥赞参你啊所以说你的家庭好了这个修行道 道德修得不错别的家庭自然向你看齐有榜样的力量吗啊有这种那修身齐家啊啊这个呃天下就平了啊你的国家这个你都道德都是修得非常好啊崇尚道德啊这个文明程度很高啊这叫啊都是文明程度很高那别的国家呢啊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那被别人这个都是还会赞叹呢啊这个不但 但他呢甚至这个不敢一点不敢轻视啊不会觉得你呃只是文明道德文明程度很高好像这个这个科技水平很低或者说是这个呃这个呃这个这个呃军事力量很差呃不会因此而轻蔓你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去去日本看一些园林建设呃参访看一下呃这个过程也是能够呃了解到 其实日本民族他这个教学内容里面就有儒家文化啊呃这个外面流行的杂志里面都有一些儒家的一些呃孔子怎么说这个这个孟子怎么说这个孟子怎么说就这些他们所受的教导从小呢这个小孩们都都都吃饭之前先合掌啊先感恩这个上天赐予粮食敢于感恩大地呃这个能够生产种种的呃作物 啊都有这种感恩的心啊谢天谢地都有这种感恩的心啊所以说有感恩的心你想这个人是是会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呃这个行持作为没有感恩的心那又是什么样的作为如果从小都当个小皇帝一样小祖宗一样家里生的不是个儿子是生的小祖宗啊一家这个呃这个一家老小啊这个父母这个呃爷爷奶奶啊这个 外公外国全都围着你转啊几个老人围着你转把把你当小祖宗培养就是什么一颗自私的人啊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啊而不是无偿付出服务的人啊所以呃这个呃我们都能够看到原来这个有个人去去日本啊他想去呃这个找靖国神社呀把到靖国神社把他们好好地骂一顿啊也是他但是不是 不认识地方他就是问一个日本人去靖国神社怎么走啊其中呢然后这个那个日本人就告诉他怎么走怎么怎么怎么告诉他呢这个说不清楚那听也听不懂怎么办呢带着他走放下自己的事情带着他走走了一段这个日本人可能有事情了他又和另外一个日本人在呃这个敌过了半天另外一个人一个日本人呢又带着这个人又走了一段然后又又交了第三个日本人次第 所以交付最后他找到了靖国神社啊他就想啊哎呀这个人这个民族怎么这样啊啊在我们中国的话能不你问路问路不给你指反方向那就很不错了啊那他不但不但告诉你路还要带着你走带着你走他自己有事情还交付给别人带着走就是这个人的这种道德的文明这个素质他确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样有有文明素质 就是这个这个群体你会生什么样的心啊那就绝对不是说道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这时候你能体会到道德就是力量道德才真实的力量你不但对人家赞叹恭敬你还对人家心生恐惧如果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民族啊和我们之间发生战争你能不能打得过他啊你就想你就想想就知道 肯定不行啊这个素质太高了啊所以说这些呢不是说我们就对别人赞叹啊这是要自我警惕啊这个要要学习啊就知道这个道德才是真正的啊成就强大的正因啊像强大你就从道德下手而不是不是从军事力量下手不是从科技文明下手哎这个都是其次的 如果你道德如果你道德上来了之后你就不会急功建立啊你不会不会光光想着自己的功啊自己的利益你就做什么事情你都一心一意的扑到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为了利益众生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做的做到极致啊那你是这个什么产品那都是优良产品而不是伪劣产品而不是毒害人的东西啊自然你的这种啊物质文明就比别人要高啊所以为什么为什么 很多日本他出产的东西在国际上销售都非常受欢迎啊他很多这个生产的这个这种东西都是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相传就生产这一样东西啊传统东西他就这样传统以来他就这样生产他不是呃他做一样东西他不是说我要一定要量生产量啊走走走量啊呃这个这个快速流通啊他不是这样我做一样是一样做一样东西 这个我能充分做出他的价值来啊所以说他这个做一样东西就可能吃一年啊这个现在我们现在搞去找设计师也是这样啊国内的设计师呢他可能是手头有十个活八个活的手头一块转每天是东奔西忙那你借一个业务的话那就今天就纯粹借一个项目啊这个应付应付东平西凑给你把这个业务搞成了就完了 那搞国外的他设计师呢他就那就不一样了他这一年可能就干这么一个项目来这两个项目但是他的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高他是全力以赴的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他能够呃做出他的品质来啊这国内他就有点恶性循环了啊都是恶性循环啊所以呢呃这个说什么呢还是这种呃 这个道德如果能够建立那一切呃都跟着强大啊道德能强大一切都跟着强大啊这是对三宝呃从事项上来说孝顺啊如果从理性上来论孝顺我们也深深去体悟从理性上论孝顺若曰法门结者啊方便为父制度为母不离身 先意为和尚自心觉悟明佛自心理体明法理智一如明僧如理做意观察明孝如理正入无备明顺也这是从理性上来论孝顺这都是身法意啊如果从法门的角度来说那什么是父什么是母啊 父呢有方便的这种含义有方便啊方便的提供外缘啊帮助他成就这是方便啊我们在修行当中呢五度不失实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都属于方便所设都属于方便法以这个方便来著成大道啊这属于 呃这个这个父为这个方便是父啊母呢它有什么含义呢母有啊出生的含义啊有出生的这种啊含义在里面啊制度啊制度为母所谓制度呢就是般若波罗密啊这个大智慧度托令到达彼岸啊般若波罗密在六度当中呢啊这个这个制度是核心 如果没有制度只修五度啊总也不能处理生死啊不可能处理生死啊这个要有制度那才能够处理生死的正因才会出啊才会成就所说制度呢啊是指这个对第一地空性之智慧啊第一地空性智慧之制度啊以此制度呢才能智慧啊出生诸佛呀啊智慧是出生诸佛的正因 所以五度为父为母这个六度呢一合合就成就佛果能够成就佛果了 不离身意为和尚啊和尚呢有教授成就啊教授他成就他令他成就呃深意呃这种呃含义啊所以不离身意那就是和尚的呃这个理性上的理体上的理解 自心觉悟从自性从理体三宝的角来说啊什么叫佛呢啊自心呃觉悟了灵灵不昧了道了万法了这就是佛的含义啊这个自心的理体明法啊自心这个正路啊这个第一地的空性的智慧第一地空性的这个理体啊能够分别了知万法种种法则啊这是 就是法啊这是自心的啊这个理体上的法这个僧呢就是理智一如名僧啊以这个智慧啊这个来觉悟理性 以理性呢同时又启发我们内在的这个智慧啊这种这个合合这个智慧和理性呢相互合合这是僧的含义 这就是理体三宝啊本字具足这是对父母师僧三宝的含义的介绍啊什么叫孝呢啊如理作意观察啊就能孝啊因为孝呢它有奉侍啊成就显扬的这种含义在里面啊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勤行决观啊就能够成就理体这个六度啊 勤行决观决观里面就具足啊理体上的这个六度啊不施持戒啊虽然没有不是事项上的但是理体的六度就成就了啊 而且是深入诸法啊在决观国人决观在国人当中能深入诸法啊最后呢这个达到什么呢这个显阳理体三宝啊这个显发内在啊这个佛性的这种种种德能啊就显阳理体三宝啊这就是孝 还有奉世成就显阳的这种特征那最后显阳佛性啊显阳理体三宝啊这就是孝什么叫顺呢如理啊正入啊如理正入不违背啊这个从始觉啊这个像这个本觉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呢是顺啊是顺这个礼而行的啊这个顺 顺有随顺有随顺没有不违背的这种含义啊如今呢我们随顺大到啊这个啊这个身家啊觉观正入本体这完全是顺啊这就是顺的含义啊 这是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这个啊开解孝顺的含义 呃像很多这些啊这个内容啊呃是需要仔细思维的啊这个不但临闻看着文字那仔细思维那还要这个离开文字之后啊这个在自己精行的时候静坐的时候 然后仔细思维这些深法义啊这个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对他深深的契入啊误解啊以指导自己的这种啊这个行持啊这个还是非常啊关键 嗯所以我们包括啊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讲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我们讲这个五十就是啊这个非实时当中的五十啊五十呢有当时讲两种五十一个是呃平五十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十二点平五十平均的五十一个是真五十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十二点平五十平均的五十 就是这个实实实在在的今天太阳是几点到达了呃南北紫五线这条线啊过了这条线乃至到了这条线就不能再吃东西了十十五的时候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那对这个真五十这个确立呢啊这个平时呢一般都是呃这个如果比较严格的话他是呃自己要做一个呃这个日轨仪呃观察实实在在在的太阳这个影子的这种呃这个呃这个影子这种呃 呃运行的这个过程啊观察啊观察那这个现代人呢他就这个这个戒律意识都没这么强啊那就需要呃这个那就一直红一律师进行的一些这个呃李泽的这种这这些呃这个呃开导啊那我们根据这些开导呢可以就可以推算推算出呃这个每一个地区每一天他的真五十的时间 嗯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地区他的真五十的时间都不同啊每一天就同一个地区他每一天的真五十的时间都不同啊所以你持五呢你要对这个时间呃要认识这个比较准确你才能把持五的条纪持得非常的这个经验啊非常如法啊所以呢我们在根据这些这个李泽呢进行呃推导啊呃可以推导出呃这个我们这个地区 啊这个全年每一天的真五十时间啊其中呢就有我们推导之后呢这个当时我们推导呢还不是特别精确后来呢有这个网络班的学员有几个非常发心啊他们就呃这个广泛的搜集资料啊呃深入的这个研究啊探讨啊呃这个最后形成了一个呃这个电子excel表格啊这个表格呢这个说的什么程度呢 啊他收纳了全国大约两千多个城市在里面啊你只要把这个你所在城市的名称啊输进去名称输进去啊一按这个这个确认件啊就可以显示你所在这个城市一年的啊每一天的真五十的时间啊这个表格都已经经过很长时间一段来这个这个辛勤努力啊已经呃做好了 啊做好了呢大家在网络班可能已经呃已经这个在传扬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把这个表格呢也可以要过来啊要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持五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说呢对每一个法呀都要去深入的去呃这个研究啊才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啊孝顺制造之法 啊啊啊啊有私事理二种孝顺绝智无上大菩提道过云制造之法啊就孝顺呢是制造之法啊就这个孝顺这种这种功德的赞叹呢它是制造之法制造是至极的啊大道就是大菩提道这叫制造啊还不是小菩提道 是大菩提道 究竟圆满的佛果的菩提道 孝顺就是智道之法 把这个孝都提到的高 一定的高度了 事项的孝 事项上的孝顺 它是菩萨大界的刚宗要领 理体上的孝 那是契入佛道的要道 能够快速成就菩提大道 所以孝顺之法 你把它都已经提高到 这么大的一个高度了 孝名为戒 亦名致止 孝 它又叫做戒 它的名称又叫戒 又叫做什么呢 致止 孝既名之为戒 亦既名为致止 所说的致止 这个 就是指立智法令止息 立一些智法 令止息我们的种种恶法 就是致止 以孝 则自不作恶 故也 由于有孝顺 自然就不会作恶了 这个是 这个解释 那么我们 去 这个思维 为什么孝 就叫做戒 为什么孝 就是说戒的 是戒的 刚中要领 到底孝 有什么样的利益 这个我们仔细分析 医者呢 如果孝顺父母 师生三宝 那自然 就会随顺 这个父母 师生三宝的 他的教斥 这个不可能 有父母 师生三宝 希望自己的 这个 这个 孩子 父母 希望自己的孩子 去 这个 造恶法 这个 一般呢 倒没有这样的父母 都希望 这个孩子 是一个有德能 被人家 撑阳赞叹的人 所以说 你随顺父母 三宝的一种 这个教斥 随顺他的心意 一定是行善法 不去造作恶法 你只要是孝顺 这个 就不愿违背 父母的这种 心念 所以就不会 染污父母的 这种 这个美名 所以你一定会 行善法 不敢为你 而且常常要 显阳父母 师生三宝 绝对不可能 造种种的恶法 来污染父母 师生三宝的 这个名声 这是 这个 行孝顺 自然就不敢为恶 这是 孝顺 对种种 善法 恶法 这个 这个利益 现实的利益 第二呢 如果 这个 行 这个 效仰 对这个 父母师生三宝 行孝顺 自然就合乎于 大道 你只要是 很恭敬 勤奋的 行这些 孝顺法 自然就和 这个 解脱大道 相应 你这个法 一行持 种种的善根 就在不自觉的 在生发 种种的这种 恶念 恶行 就在 由于你行持 孝道的缘故 种种恶行 就熄灭 种恶心 就烦恼 就熄灭 乃至能灭出 种种的恶果 这个 所以说 这就 这个行这个法 就 这个就 其刚窃领 行这一个法 其他法 你不用去操心 不是让你面面俱道 这个行这一个法 你其他法 都不用操心 自然就有这种利益 所以我们总结 如果深信自己 必定成佛 那么就能够圆成 戒品 一定能圆成戒品 如果笃行孝顺 那么一定会 圆满戒行 佛计口放 无量光明 佛口放光 何著说 这个锐者 信也 欲说大事 故放圣光 广招有缘 同来清也 口放者 一表 此戒 金口 敷阳 二表 受者 从佛口生 佛口放 无量光明 这是一种 这个放 这个放光表锐 放光表锐像 那这个放光呢 是这个表达 有什么样的意义 实际上这个锐 就叫信 这个信呢 是一个是发布信息 放光呢 就能够招引大众来听法呀 光明呢 一放出去 大家看见光明 就产生了好奇之心 是不是有什么法会呀 赶快去看看呢 就放光就能够 这个招引大众 有缘来听 而且这个放光呢 它是 这个一些超凡的 凡夫很难见到的一些 殊胜的相状 所以令众生呢 产生欢喜心 产生信心 这么殊胜的光芒 一定有这个 非常殊胜的法 伸出信心 口放 在这里解释 为什么用口放光明 但一个是表示 这个戒呢 是佛金口所宣扬的 所以佛金口所宣扬的呢 就应该生起信心 不能怀疑 另外呢 这个是由佛口 而产生的这种戒 是由佛口而生的 是尊贵处 最尊贵处 所以戒律呢 也是最为尊贵 事实百万亿大众 诸菩萨 十八犯天 六余天子 十六大国王 合掌至心 听佛 送一切诸佛 大乘戒 就当时啊 百万亿大众 和有菩萨 诸菩萨 十八犯天 六余天子 十六大国王 他们都以合掌 至诚心 来听 这个佛 来送这个一切诸佛 所共行的大乘戒法 百万亿大众 百万亿者 总续有缘 同吉 众也 诸菩萨 别指三十心 十地为人 十八犯天 别指色戒 一犯众 二犯福 三大犯 此三总名出禅 四少光 五无量光 六光阴 此三名第二禅 七少静 八无量静 九便静 此三名第三禅 十福生 十一福爱 十二广果 此三属第四禅 凡福所居 第十三 十三无响 一属四禅 外道所居 十四无凡 十五无热 十六善见 十七善现 十八色 究竟天 此五亦属色 四禅 三果圣人所居 此十八天 虽凡胜不同 皆离 玉会 得清净定 故名 泛天 先看这点 这都比较容易明了 百万亿大众 就是有缘众生 看到佛光 射寿 来听法 诸菩萨 这里主要是指 对菩萨指三十心 十地位的人 叫诸菩萨 十八犯天 就是色界天 有十八层 有十八层 这个叫梵天 之所以叫梵天 都是修离欲 没有男女之欲 修清净梵横 行 清净梵横 没有男女相 这个叫梵天 十八层 它是一共是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天 这个初禅 有三天 梵仲 梵府 大梵 大梵是 大梵天王 是王 这个梵府呢 是王的大臣 梵仲呢 就是臣民 这是大梵天 初禅天 二禅天呢 绍光 无量光 光阴天 这二禅天 三禅天呢 绍境天 无量境天 辩境天 这三禅天 这三禅天呢 都各有三层天 一三三得九 九层天 还有九层天呢 在四层天 四禅天 有九天 前面有三天 夫生夫爱 广果 这属于 都属于凡夫天 这个 就凡夫所居 第四呢 无想天 也是凡夫 只不过是外道 所修 八难之一 无想天 这个下面呢 这个五个天 他是五不还天 都是三果圣人所居 五不还天 这是十八犯天 六玉天子 这个大家都比较 清楚 十六玉天子 别指玉界 一四天 四王天 二刀利天 三叶摩天 四周率天 五化乐天 六他化自在天 此六玉天 虽尚有男女 五玉 而果报自然 不假迎求 故皆明天 这个六玉天 我们常常说 四天王天 在须弥山山腰 刀利天呢 在须弥山山顶 这两天呢 都属于地 地居天 夜魔都帅 这个上面四天呢 都属于空居 就没有大地 做一指 这个都是 这个化乐天呢 是自己变化为乐 他化自在天呢 是别人变化 自己受用 所以这些天呢 之所以叫天呢 就是因为 它的果报自然 不需要自己去 迎求造作 辛辛苦苦去创造 不要以为 我能够创造 我很有生产能力 以此为自豪 真正的福报 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果报 什么都有 这是才能天 有天德呀 有天福 所以人民一见面 就说我很忙啊 就感觉很自豪 说是很忙 是很自豪 实际上是业障鬼子 才要忙 那是业障鬼子表现 业障重 需要劳作 十六大国王 这是对当时 十六个大国国王 来参与这个反汇 这个名相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么也表示 参与这个反汇的众生呢 以大国王来表示 参与这个反汇 那都是大根的众生 合掌至心 听佛送一切 诸佛大成绩 合掌深夜速攻 合掌呢 两个手合起来 合二为一 这除去散乱 除散乱意 以此呢 礼法表达深夜的这个恭敬 所以呢 这个要合掌 你就好好的双手合掌 把掌合的这个 这个很具有恭敬心 你别散乱的双 这个食指交叉 也不像 食指这个双手空虚 这个很散乱 很随意 这个都不都不可以 他就合掌表示 你一个制成的 这个驱途散乱 这个一心专注的 表示恭敬心 你要合就好好合 就把你的恭敬心体现出来 否则你就别合掌 还有他被单掌 单掌的叫什么理呢 没有这个理法 这个你要不就合掌 要不就不合掌 都单掌 都没有这个理法 所以听法的这种 这个文法的相状 首先是要合掌 深夜是一种恭敬之相 合掌 至心表示一夜专精 这个心不散乱 心无杂念 不是左思右想 浮想连篇 这个都不可以 在听法的时候呢 一心要专心致志 努力的驱出一切 一切 这个纷飞的妄想 这个至心 这是 听呢 是指口叶寂静 舍耳寂听 这时候你就不要 这个窃窃私语了 不要说闲话了 这时候呢 要专心来听讲了 舍耳寂听 不要听别的声音 这个专闻来听 法 这是这个三个相 心呢 要治心 这个耳呢 要舍耳寂听 这个身呢 要合掌 恭敬 这三个圣法 是这个三个相 是文法之相 一切诸佛大乘戒 不是一佛两佛 是一切诸佛 他在这个成佛 乃至弘法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这个所用的 所必要的 佛活道同呢 既然诸佛都这样做 那就应该更加信寿 无疑了 好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愿意赐功德 庄严 活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七八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福 好 好 感谢观看